早晨展望港股后市,虽然美国宣布制裁24交参与南海宴岛的中国企业,但最新的中美贸易会谈都大致顺利,反映中美的紧张局势,暂时来说都没有迈向一个极端的走向。 而另一方面,投资者关注美国联储局主席鲍威尔今晚将会发表说会否进一步放宽美国的货币政策,预期短期港股都会在目前的区间内继续徘徊上落。 企业的中期业绩都继续是短期市场焦点,继续世贸房813之后,华润置地1109都增加了中期牌息,而且落实分拆物业管理业务, 预期股价短期内都会偏强,而另一方面,石药,中期业绩都符合市场预期,而且前景展望良好。 与此同时,石药都宣布派发红股,这方面都会增强投资者的情绪,有望刺激股价的表现。 而今日个股推介会谈润地1109,虽然公司上半年的盈利按年减少了9.3%, 但公司表示已销售但未结算的签约额额达到2304亿人民币,其中已锁定在今年下半年结算的开发物业营业额额额达到1070亿人民币, 可以为未来的业绩带来强大的支持,而公司也增加了中期息16.3%, 同时计划分册物业管理公司上市,这方面可以有利于释放企业的估值。 我们给的目标价是40元,指示价是35,谢谢。 本人陈乐宜是证监会持盘人士从事受规管活动, 隋属海基证券集团有关牌照详情,请参与以下连结。 其及或其有联系者并没有拥有上述建议股分发行人的财务权益。 以上资料是由海基证券亚洲有限公司提供, 只供参考及内部使用。有关资料是根据或源自海基相信为可靠的资料来源, 但对资料的准确性或可靠性,海基不作任何陈述或保证。 以上资料或有关人士发表的意见并不构成, 及不应该被视为买卖任何证券或投资邀约或邀约招来或恳求。 海基及其高级人员、雇员、代理人及联属公司 可能在以上提及的证券或投资拥有利益, 但对于你因使用或依赖以上资料而遭受的损失或后果, 所概不负责。